这是台南市唯一一家棉米厂 棉出的米都销给当地的零售米店 要一盘吗 要一盘吗 现在有点弄 说不弄的又更弄 老邻居上门来买米了 这间米店开了40年 老板做生意很传统 最近稻米欠收 台南虽然是产地之一 但是米价照样上涨 我们就是一年收两回 四个到十个年 现在是四个年 十个年收得比较不好 来看每年的四个年收得比较稳定 如果收得比较稳定 就去到这样 一斗米300块 等于是一台金约22元 现在影响米价一路涨 五股杂粮也涨凶 同姑婆来买米乎和米 什么都涨但是还是得买 五股杂粮 本来八十了 现在去到百亿 五岛亿林分 本来是八十 现在去到百三 刚才来比较便宜 现在比较贵一年一年起贵 下贵比较少 是这样的 但是要去到百亿做了 应该去到百亿 有点贵不错 小孙子还会帮阿嬷做生意 掌规掌一日三餐还是得吃 有老顾客的照顾 米店的生意还可以 我现在米价很贵 本来是17块 你现在去到17块 买18块了 台南米价物价相对比北部便宜一些 但免不了还是得面对 什么都涨的压力 尤其是冷饮店 糖 油 这些原物料通通都涨 经营压力更大 这是台南市一家经营三代的 百年冬瓜茶老店 饮料实在门庭若市 小姐你是不是有比较涨价了 对 因为现在糖现在涨两倍 现在糖涨两倍喔 对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那个原料的钱 就是也会跟着涨 那我们物价的部分也会涨 现在物价一直飙着飙起来 还要糖差不多六七百 经营压一年后都变1600多 油店啊 还有一些民生物品就是沙拉油啊 食品类的 米粉啊都一直涨 还好店家的口碑很好 即使是像冬瓜角冬瓜路这些产品涨价 客人还是忍受这10到20块的差价 甚至不远千里来买 因为已经喝习惯了 明年这次月我们需要那个避制公园 台南大学避制公园 然后我们饮料就是要买给他们 就是碳班这样子 那个价钱就是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其实都接受了啦我在想 因为天后因素也因为中国大陆这些新兴市场 抢原物料抢得凶 国外杂量飙涨 国内的稻米也涨快过年了 南北货也早就涨涨涨 过完年只怕还得面对调价 如果你口袋没有变深 薪水没有变多 那种焦虑感可想而知 其实我们刚看到涨涨涨 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涨 全球都在涨 那大家的薪资好像又没有办法相对的去因应 我们来看一下 物账物这个消费物价的连番涨 我们从这个2010年1月就开始涨涨涨 然后4月到2.25 以后还看着会一直在涨上去 那这个涨的时候呢 薪水又不涨 大家就会觉得很难过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刚刚那个小摊贩 好像还可以经营 那到底是不是小摊贩 在台湾是可以做的呢 所以我想问一下林教授 因为我不晓得 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大企业又出走 那我们到底台湾的劳工的机会在哪里 不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经济发展的 它的终极目标什么 假如我们是从GDP的成长 改为这个工作机会的创造 那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就不是在奖励扶植大企业 而是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 中小企业其实问题不多啦 刚刚有一位从事中小企业的业主在讲 他顾不到劳工嘛 尤其外劳 补充性的外劳 他没办法顾到他的环保或他的一些行政 你这些帮他解决 那他创造的工作 他同样的一块钱的投资 他创造工作机会要比大企业要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你假如我们是关心这工作机会的维持或是创造 那我们应该多关照这个中小企业问题 中小企业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我真的是看不到我们过去两年 政府有真正在处理中小企业的问题 中小企业他的问题几年来十几年来都存在在那边 这个解决了 我想可以养活很多人 就是我一直在讲 一个摊犯他也可以养活一家 他养活一家 你把这个摊犯取地也好 把它消失也好 他这四五个人就很难找到工作 你的失业率你要说维持 那你政府就要投资很多预算 是 所以黄理事长 因为你在中南部也看到很多的传产嘛 那你是不是也觉得认同林教授说的 我们应该要对中小企业传产 这样的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出来 比去扶持大企业要重要 对啊 70年代在台湾经济起飞 其实也是靠传统产业啊 中小企业啊 对不对 后来是因为局势改变 所有才有大企业的产生嘛 嗯 如果现在以劳工 这个解决方式来说 当然是要扶持我们的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 穿完工 当然是超过大企业好几十倍 好几百倍啦 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产业链 所以如果可以有传统产业在台湾 可以有一个希望 可以根据台湾的一个希望 相信劳工解决不是问题了 你看像我 劳委会一年只保贴 这个事业劳工 一年就花了四百多亿 刚刚有一个观众打电话进来 他就说他车缝内衣的要扶没劳工 是怎么扶没劳工 两年前我们就把经济部建议过了 学校在高职的部分就马上设立 就是说这个专科 早期有缝任专科部 但是后来都没有 所以大没有那个一级职场 对 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台湾的这个专变 还是有很多的专变 我们常来的产业 你说的就是 第一代滚来做不敢开 第二代生活觉得比较好 点点做想要开 第三代就不用做企业 但是这边就很有趣 找不到劳工 有可能是没有一级之长 可以去做这个 可是是不是也是因为 他的薪资太低 大不想去 所以陈教授你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 其实当然中小企业 或传统产业去 确实是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 来满足这些劳工 就业上的一些需求 但是我个人比较质疑的 就是这些中小企业 或者传统产业 愿不愿意去提高薪资 去吸引这些 我们讲本国的劳工 去从事这样一个工作 或是改善了一个工作条件 或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说 今天为什么可能景气回升了 就业机会增加了 为什么薪资不成长 难道是因为 可能某个原因确实是这些 企业不愿意 把他的这样一个所得 去回馈到老公的这样一个身上 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很热门的新闻 就是劳工过劳死 那也就是说大家开始用很多的责任制 然后我工时加长 那这个对劳工的一个权益来讲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过劳死 后来劳委会也做了一个定义 要发病前一个月 加班超过92小时 前两个月到六个月 是加班超过73个小时 其实大家几乎平常都是 工作超过10个小时以上 台湾的人很认真 但是这种过劳死 我们就看到说劳工的处境 其实很不好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透过说 加强中小企业 增加就业机会 而不是追求GDP的成长 是不是这样就能够很好呢 我还是请教文人 你在观察我们现在的现实的 这样的一个就业市场 那你是不是也觉得说 大家不用去追求太高的薪资 然后我们应该是工作机会是最重要 那政府又可以怎么做 我想先讲一下工作机会的部分 因为今天的那个论调好像都很悲观 但是如果说从现在网路上 看到的工作机会来讲 我必须讲其实工作机会 它是真的有在增加 如果从夜市一二三十二月的时候 做出来的那个调查 你会发现说在农历年过后 有六成七的企业 他会把过去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欲缺不补 或者是裁员的原额 先释放出来 对都释放出来 所以工作机会是会增加的 第二个就是甚至在一百家企业里 有四十四家四成多的企业 它会扩边 所以我觉得工作机会 在二零一一年会增加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也必须去重申说 它去增加的这些工作机会 有可能并不是像是蓝领灰领 那一类的工作机会 那反而是我刚刚讲的那五种 现在虚彩恐急的那些职缺释放出来 但是台湾的这个求职者 他是不是愿意去对应这些职缺 我觉得他就会有工作机会释放出来 但是求职的人员卡不住 或者是像刚刚有一位 call in 进来的先生他讲说 他找不到人才 所以我觉得在二零一一年工作机会 的确会增加 而且以目前的工作机会来看 也可能已经是近四年的最高峰 但是求职者他却感受不到 说他工作机会比较好找 或者是他薪资会增加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也觉得如果求职者希望在来年 你的薪资增加的话 可能也是要去注意 现在市场上的工作机会在哪里 那你自己的职能 或者自己的求职的意向 是不是可以卡住这些虚彦恐急 或者是工作薪水比较高的职务 这可能是我给求职者比较务实的一个建议 对 其实我们看了 这个确实失业率是在下降 那工作机会应该是有释放出来 不过我们在选择这些行业的时候 有一个数字很有趣 就是说一个统计 就是说大家上班族心目中的行业是什么 居然最有魅力的老板是郭台铭 然后燕凯泰 连宇美人都在列 孙云云 燕长寿 那可是最有魅力的企业是台积电 鸿海 也都是电子业 还有Google 网品 宏达电 所以你怎么观察这个分析 好 其实像台积电 它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记得它是已经加薪15% 而且张总盟董事长他也讲 他来年会加薪更多 那鸿海呢 其实你看他每年尾压的时候 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祭出高额的奖金 所以我们从这些龙头产业的行为面来看 你就知道说其实他也知道 薪资对于台湾的求者来说是 非常有魅力的一种元素 所以他为了要吸引他要的人才 其实这类的企业 他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去提高薪资的时候 他也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像第三名的Google 其实是台湾求者很想往的一种 自由的氛围 自由的工作环境 那像网品他自己本身是有品牌的一个 企业餐饮服务业 他讲求的是贴心 其实这个也是台湾求者很期待的一种想象 那宏达电你知道他现在那个股价是非常高的 所以台湾的求者想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从他们心目中的魅力企业的排名 就可以知道台湾求者对于薪水 对他的工作的一个自由 对于他希望企业可以赋予他的一种贴心跟关心 这种期待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数据统计出来 也可以给其他企业一些参考 你怎么样去留住你的人才 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福利制度 去吸引更多的人才愿意进入你的企业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统计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启示